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他是我环境教育的同学 他目前是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环境计划组的副主任 同时也是LNT高阶讲师认证 再来是台北市健康国小同军团的团长 黄道平 道平你好 各位同军伙伴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聊同军与环境教育 那是不是先跟我们讲 你觉得环境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不是就是环保吗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环境教育 已经不仅仅只有环保了 那更不会只有我们以前认知的 这个所谓垃圾回收 或者是这个环境清洁的议题 我们现在更多在谈的是 除了保育之外 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做 还有我们的富裕该怎么做 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在谈的 三个大的走线 那是不是先简单谈一下 同军的领域非常多 那包括幼同军有唱跳游戏 那同军有很多技能工程神洁 那你为什么会特别对环境教育 这块有兴趣 其实也蛮因缘巧合的 因为我小时候长大的环境 我是在台中长大 在雾峰 我住的地方其实附近就有山有水 所以我从小也是在山里面跑 在河里面玩的小孩 那现在在台北 我小孩参加幼同军又女同军 也希望能够带他们往大自然走 那再一个就是我在这几年的工作的经验 其实跟环保的议题或多或少都有关系 所以我才开始对环境议题有兴趣 那会接触到同军的环境教育 其实也很巧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两年前吧 总会有办这个环境生态营展 绿色奥斯卡的营展 那我就带我两个小朋友去看 那在就很巧的情况下 知道同军在推广环境教育 所以就一头热的就栽进来了 后来就去上环境教育的课程 对一共参加两次 那都跟机密是同学 总共也才三次 对啊对啊 应该要继续 是是 再来你觉得环境教育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来告诉我们 环境教育到底有多重要 OK 我想各位同军伙伴可能有注意到 最近的有两则新闻 一个就是在向阳山屋 发现了一只死亡的黑熊 那公的黑熊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媒体跟市场上最近一直在提的 说这个台湾现在有露营热 以前是单车热 现在是露营热 这两件事情其实给我们蛮多 可以思考或者是观察的地方 先谈黑熊这件事情 后来大家知道 那个黑熊妈妈后来去 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黑熊妈妈 他们在研究黑熊的这个生态 那他们后来去研究这只死掉的黑熊 发现他是老死的 可是因为他后来因为年纪很大 他没有办法自己觅食 然后他发现他们的前掌 已经被捕兽夹夹断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在向阳山屋附近 找人类吃剩下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省思 第一个就是说捕兽夹伤害了野生的黑熊 那这个对于野生动物的棲地的影响 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开始接近人类 其实对我们从事山林活动的人来讲 其实是有危险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生态 他的生活习惯改变 第二个我们不确定他会不会攻击我们 那这个其实对环境来讲都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我们提到就是说 露营大家都很封露营 那当然露营对铜军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近媒体上也在提到说 有人在抱怨说现在民间的露营场都超收 露营的品质变差了 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是说 当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 业者会为了要增加收入 那我们担心的是露营场会越来越往深山里面走 那这个就会对环境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环境保护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我们的污染物 我们的这个我们生活上需要的东西带到山里面去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同军伙伴 怎么样去正确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再来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这个 世界同军总会它是如何的在推动同军的环境教育 其实整个环境的议题在我们从大的世界局势来看 联合国他们开始推动这个环境保护的运动 我们讲UNEP 包括我们知道的进度议定书 这一类的环境保护或是富裕的议题 之后大概在05-06年的时候 开始世界同军总会讨论环境教育这件事情 正式推动环境教育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世界同军环境计划 WSEP是2008年 中华民国同军总会是2010年 跟世界同军总会签约成为 推动世界同军环境计划的我们讲的NSO之一 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的加入这个行 所以世界同军总会其实对于这个环境计划 是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法论 那它有五个主题 有五个轴线 那从这边来衍生同军的环境教育 刚刚你讲的五大宗旨是什么 世界同军总会的环境计划里面 它分成五个宗旨 第一个就是人类跟自然系统要拥有干净的水跟空气 第二个是要有足够的自然棲地 给我们所谓的本土的物种 原生物种 那第三个就是减低对于人类跟环境 有害的物质的风险 那第四个就是采取最适当的环境的措施 然后第五个就是对于环境危害跟天然灾害的应变 要有所准备 这是它的五大目标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同军总会是如何来落实这五个宗旨 目前为止 我想在台湾推动环境计划 我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团长服务员 甚至是同军伙伴 罗夫的同军伙伴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五大目标 我们会有各自的活动方案 的设计跟推动 那在这之前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先培养一批 这个优秀的种子教官出来 那这也是为什么同军总会在2011年开始 办了这个所谓的团长研习营 那我们针对环境议题 给热心的团长服务员 提供完整的教学的资源跟训练 道平刚刚解释完了是这个五大宗旨 在我相信应该有配合这个宗旨 有做一些所谓的进程 或者是专科章技能章 其实世界同军总会对于这个环境章 有新的做法 或许我们大家还记得 以前我们有所谓的熊猫章 在讲环境保护跟生态保育 那新的章 以台湾来讲 2015年我们会开始推动 那推动的方式是旧的制度 也就是熊猫章跟新的环境章 会在2015年会是呈现一个并行的状态 那2016年我们就会采新制 这个技能章或是专科章呢 要取得的做法呢 跟以往也不一样 以往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通过这个专科章考验 或者是类似像考验营的方式来取得 那现在新的做法呢 我们会强调 同军伙伴除了学习吸收的成果验收之外 针对同军就是11岁以上的同军伙伴 我们会希望能够完成一个服务计划 那用同军伙伴小狼们 我们希望的是参与同军所设计出来的服务计划 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环境章的认证 道平再来是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所谓的世界环境教育的计划 为什么又跟LNT有关系 让你今年会去受LNT的高阶讲师的认证 LNT在台湾我们叫所谓的无痕山林 那当然其实我们如果这个比较严格的来定义 它不只只有在山林而已 我们要达到这个所谓的无痕的目标 今年我们很幸运在台湾办了 是以同军为主的第一次的LNT的高阶讲师的训练 所以我们就共襄胜举来参加 静明刚刚问到就是说 他跟环境计划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从美国同军总会开始讲 因为其实推动LNT最积极的是 BSA就是我们讲的美国同军总会 那他们大概在90年代开始 把LNT的观念正式的带到同军运动里面来 所以他们有专门针对同军设计的无痕山林教案 那有他们自己受训的体系 所以这一次我们采用的训练的方式 是用美国同军总会 那我们这一次的讲师 也是从美国同军总会派过来的讲师 他跟环境计划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我们在环境计划里面 谈到非常多的包含 这个降低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的影响 保持野生动物原有的栖息地 这些都是跟LNT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那在LNT的宗旨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七个宗旨 我们叫Seven Principles 有哪七个 我现在大家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有完善的事前规划跟准备 第二个就是在高耐受度的地面行走或露营 第三个就是妥善的废弃物处理 第四个是要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 第五个是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 第六个是尊重野生动植物 第七个是为其他的使用者着想 那我想很多同军伙伴都问了很类似的问题 这里面对同军来讲 最有争议性的就是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 我想因为很多同军伙伴团长服务员们 都受过这个墓葬的训练 或是墓葬的基本训练 我们在同军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露营跟萤火 那这里面其实都会用到火 其实这个矛盾跟冲突 在美国同军总会也一直被提出来讨论 到底该不该有萤火 那或者是说生活的方式 到底怎么样是正确的 可以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那我想这一类的议题 在我们这次的受训里面 在LNT的训练里面 一直都被广泛的讨论 甚至这里面会包含就是 我们到了野外去 我们看到了特别的石头 植物 昆虫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收集起来 做成标本 那我想这个在 我们现在在谈的LNT的观念里面 跟以前我们在同军的做法里面 包含在美国 在全世界 这些议题都一直被广泛的讨论 举例来讲 我们这次就讨论到就是说 你看到漂亮的石头 特殊的栋植物 那你应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的做法都是用着想的 然后或是把它画下来 然后把它带回来 或许跟以前我们说 我们讲的标本的专科章 收集的专科章 我们要看到标本 我们要看到收集品 那现在或许在未来 我们的做法会有一些调整 那我们希望对环境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是不是应该讲说 如果你是有所谓的教学目的 适当的收集是难免的 那如果纯粹是欣赏 或是说人在买卖石头的 这个就是不被允许的 我想这个是 以我们现在的观点 我们是不允许的 对那但是如果是说 以研究为目的 因为这次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也提到几个 跟我们所要做事情的目的 是有关的 其实这次很好玩 就是我们提了很多问题 问美国的讲师 美国的讲师经常给我们的答案 叫做It depends 就是要依状况而定 因为有些状况 真的是很难取舍 比如说他这次就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当你要去救难的时候 那你会对环境造成一些破坏 比如说在山上要做 这个直升机吊挂 或许你要清除一块空地 那这个很显然 就跟LNT的原则是抵触的 但你要以何者为重 我想这一类的议题 我们是一直有在讨论的 那透过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间 我们这一次也从他们的身上 学到非常多的经验 比如说当我们在山上如果迷路 我们需要取暖 那我们要生活 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焚火台 或者说很安全的生活的场地 我可能甚至为了要救人 或者是保持自己的体温 我别无选择 我就是在野地就要生活 那怎么样的做法是对的 我想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议题 是值得同军伙伴们 一起来动脑来讨论 是一个蛮有意义的训练 所以就是讲师 在当下很难告诉你 绝对的对或错 就是依状控而定 对 那七个原则是放在黑板上的 那我们只是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能够降低 对环境的冲击 因为如果你遇到比较不认同 我们同军运动 或者是无痕三菱这个概念的 他可能就是讲一句 那你不要去就绝对无痕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做也很难做到无痕 是 但我想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尤其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团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在台北市区活动居多 那以我们团来讲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带小朋友接近大自然 所以怎么样带给 这个小朋友正确的 在户外活动的一些方法跟要求 我想LNT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guide line 我们讲的guide line 就是说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要求 那让我们的小朋友 不管小狼小外也好 同军行义罗服也好 都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再到平时帮我们解释一下 当初到底是先有世界环境教育计划 还是先有LNT 严格来讲是先有LNT的观念 那当然LNT这个观念 其实在最早萌芽 是在70年代美国开始萌芽 因为美国人也发现他们在户外活动的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对于户外造成的冲击了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民间的组织开始发动 类似像LNT的这种观念 所以从70年代开始萌芽 但是LNT这个组织正式成立 是在90年代中期 那随后美国同军总会就把这个观念 放到他们所谓的outdoor ethics 就是美国同军总会所谓的户外伦理的一个宗旨里面 所以严格来讲是先有LNT的观念 然后美国同军总会把这个观念导入 他们的OE的架构里面 到了这个2005 06 07 08这段时间 世界同军总会才开始谈WSEP 然后我们把这个既有的LNT的这个观念 相到我们在推动LNT的一个内容里面 架构里面 那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LNT的操作能够更丰富 所以应该有做事实的修正 对 其实金明你这边所谓的修正就是说 LNT其实在真正民间推动的LNT 跟同军推动的LNT 其实架构上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当然以训练架构来讲 因为现在同军总会 不管是美国同军总会或是世界同军总会 他们在思考的都是 怎么样借由LNT这件事情 来让WSEP更快的被宣扬开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LNT之前 我们要有足够多的种子教官 也就是我们这次办的LNT的 Master Educator的训练 所以在民间的LNT训练 就是我们要先通过Trainer的训练 它是两天一夜的训练 之后才会有一个五天五夜的Master Educator的训练 这是一般的训练 但在BSA美国同军就是我们这次在台湾实施的训练模式 是直接进入五天五夜的训练 但是我们要做服务计划 我们课前要做蛮充足的课前准备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练们要求我们在上课之前 几乎就是要有等同于Trainer的要求 对那这个是这次训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自己要先补好那两天一夜的 对我们自己要先基本训练 对对对对要先自修 我想我在这边也顺便提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办这一次的LNT训练 我们总共有22位亚太区的这个学员 那当然就是有从香港来的 有从新加坡来的 有从澳洲来的 也有八位是台湾的学员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为同军伙伴们 多尽一份力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训练的ME 就是高阶讲师 将来我们都会在各地开Trainer的课 也就是这个入门的讲师的课 那我们希望的是在每一个县市同军会 都能有一个高阶讲师 那对同军会里面的服务员 开Trainer的课 希望每一个团都能够有一位服务员 是有达到Trainer的要求 那这样子我们在推动LNT的观念 跟我们在团务的操作上 就会有更大的助力 这是我们对国内的期望 那另外我们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因为环清祖的王主任 他现在正好在美国LNT总部接洽 希望让中华民国同军总会 能够成为亚太区这个乌亨山林 就是LNT的高阶讲师的训练中心 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这件事情 这个训练中心跟场地有关系吗 这个训练中心跟场地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要讲LNT的课 它必须是要一个非常保护的 很好的一个户外的环境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比较多的素材可以来谈 当然我想金铭跟我都上过这个团长演习营的课 我们在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地的要求 叫SIM Center SIM Center是什么 它是世界同军总会在推动WSEP的时候 对于同军要实施环境教育的营地做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很高兴的是台湾今年在6月的时候 我们通过了台湾的第一个环境教育的优质营地 那这个营地是在亚太区的第三个 那如果我们从现在新制的WSEP的认证架构来看 这是亚太区的第二个 那第一个在澳洲 第二个在尼泊尔的卡卡尼营地 那第三个是我们在屏东车程的海生馆 那我们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努力 跟世界同军总会申请认证 今年6月我们正式拿到这个认证 这个认证的制度里面 它对营地有三个比较严格的要求 我想这个营地的要求 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同军营地不太一样 或许我们会想到说 这个我们有苗圃营地 这个我们在台中有中正营区 那这个Sing Center到底跟这些既有的 同军营地有什么不一样 世界同军总会对这个营地 有三个很重要的要求 第一个它要有自然的环境 也就是说它有自然气地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人工已经开发完成的营地 它是要越原始越好 那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它要求 在这个营地要有所谓环境教育的课程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能 把一个营地就放在那里 我们要为这个营地安排一系列的课程 让同军伙伴来玩的时候 还可以学到很多环境教育相关的知识 那第三个就是要有妥善的管理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接受了 世界同军总会的认证之后 第三年起 他们会对这个营地做集合跟查核 就是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三个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呢 同军总会是有机会 或是有权利取消这个营地的认证 那很荣幸台湾现在拿到第一个 在这个海生馆营地的认证 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在台湾 成立第二个跟第三个 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是苗普 苗普现在我们希望比较多的这个力量 是放在教案的规划 我想苗普跟海生馆比较大的差异 是在于说海生馆 因为它是一个研究单位 那它后面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场域 在那边有很多的研究人员 所以他们对于海洋生态的研究 跟他们可以讲的课 其实那个教案是比较完整的 那苗普是 就是全台湾的这个同军伙伴 都非常熟悉的 很重要的同军营地 但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跟 包含可能是洋管处 就是洋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志工们 或是研究单位 能够有比较多的合作 把教案的部分妥善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它本身 它的自然生态是合格的 是合格的 非常的丰富 所以就差在教案还不够 对 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地方 那中部有吗 中部我们现在还在讨论 你刚刚说我们南部 就是在海生馆 已经成立了所谓的新center的中心 那再来是不是跟我谈一下 如果同军团 我们带到海生馆 它可以玩什么 学什么 体验什么 我想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海生馆 可能大家会以为是前面的那个水族馆 其实海生馆很大 它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去参观 有很多水族馆的那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后场 那后场是研究单位在使用的 一般来讲一般的民众是进不去的 这一次呢 透过这个新center的认证 我想我们的同军伙伴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深入到这个研究人员 在使用的这个场域里面来露营 来体验我们所谓的环境教育 刚刚基民哥问到的就是说 我们同军伙伴过去可以做什么活动 首先第一个 这一块地非常的大 它有非常好的露营场地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露营 可以扮营活 那另外呢 因为它是研究单位 所以它在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海洋生态富裕中心 这里面会教大家怎么去做珊瑚的富裕 让大家实际可以操作 怎么样把那个要富裕的珊瑚苗 种在我们的那个培养基上面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珊瑚移到海里面去 做珊瑚的富裕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海龟 那这个海龟有一部分是因为受伤了 被送进来治疗 那也有可能是被弃养的 那但是它们都会在一个富裕池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海龟 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 有一块很珍贵的宝地 是台湾现在仅存的最好的陆屑的栖息地 这个栖息地就在我们后湾的旁边 那后湾的地形很特别 它是一个内湾 就是说它外面有很完整的 像一个夹角一样把它包起来 所以在这个后湾里面 其实是有风没有浪 后湾的后面 沙滩后面就是我们的陆屑栖息地 所以在夜间我们可以观察陆屑 就要季节对的话 我们还可以观察陆屑 因为后湾这一块风平浪静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从事水上活动 那我们安排了这个海上独木舟的训练 我们安排了海泳的训练 我们安排了这个 不然我们所谓的浮潜 但实际上应该叫浮游 这些活动的训练 那这些呢 我们在这个同军团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都会安排教练 是有认证的教练来带大家 怎么样操作这个独木舟 怎么样做海泳 还有一些安全的训练 这些活动我们都会安排 那另外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沿岸 就是这个恒春车城海边 所以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超间带的生态 可以做观察 所以在这边就除了我们一般人认知的 同军的活动之外 海生馆这边有非常完整的师资 可以带着大家做专业的海洋环境 跟海洋生态的认识 教育跟富裕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跟以往我们认知的同军活动 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知识面的传授更丰富了 而且就在海岸边上 那我们曾经带着我们的同军伙伴 去这块营地 那我们有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那边晚上没有光害 满天的心斗 那晚上呢这个同军伙伴在那边是听着海浪睡觉 我想这样的感觉 其实对于我们在都会区的同军伙伴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到那边就是交通的问题 是的 我们现在如果以北部下去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坐高铁 然后再做这个肯定快线的接驳 到海生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做法 就是直接从台北租车 就是包游览车下屏东 那当然路程上会花掉蛮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早一点出发 可以安排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 三天两夜我们是比较建议的 所以从高铁左营到海生馆还要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 如果说我们从台北包游览车下去 我看到车程将近要五个多小时 搞不好塞车六个小时 那肯定不会只去两天 甚至三天我都觉得不够 是的 那如果去很多天 他周遭还有什么相关的经验 可以去做结合 OK 如果我们针对的是环境教育 这样子的同军活动的设计 我想就是恒春半岛这附近 有蛮多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去参观 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 肯定国家公园 它是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生态 环境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那在这附近 除了我们知道的恒春古镇之外 在海生馆旁边有一个龟山 那这龟山其实上面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上面有一个牡丹舍事件的纪念碑 另外就是往山上 往反方向走 就是往海的另外一边走 往山上走 还有两个很有名的地方 一个就是林物局所管的 这一个双流的森林游乐区 那我想双流这边也有非常多的 森林跟生态可以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教育的场域 那另外就是在历史事件上 这个地方其实很有名 就是我们所谓的牡丹舍事件 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蛮丰富的人文历史的素材 可以让大家去发掘 那我想我跟金明第一次一起受训 就是在这个高市国小 狮子乡的高市国小 那个地方就是当初牡丹舍事件的位置 我想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所以不推荐到出火坑去烤落 这个好像会跟LND有抵触 而且会罚 大自然的环境有很多 我们是可以去观察的 好像这个刚刚金明哥讲的 这个不同的天然环境 我们都还是有蛮多的议题 可以在现场做讨论的 一般同就伙伴 对这个环境教育可能还是很陌生 那刚刚道平也谈了这么多 最后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我们如何把这个环境教育的这个议题 融入在团集会的设计里面 我想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的 跟环境计划 环境教育有关的内容 其实从我们这一年多两年的工作推动上来讲 我们一直被问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对 就是那我怎么把这些东西放在团集会里面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想当然如果各位同军伙伴们有兴趣 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 在未来的日子加入我们的团长研席营 那来多了解环境教育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我本身的经验来讲 因为我带我们自己的健康同军团 尤其在幼同军的部分 我们在去年一整年推动的每一个团集会 都放入了环境计划的议题 那我想我也很乐意把这个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或许会有服务员或团长会觉得说 哎呀我们已经课程都排不完了 技能都教不完了 拿来的时间上环境教育 我想其实在我自己曾经花了功夫去比对了一下 幼同军的进程跟这个技能章内容做过比对 其实有蛮多议题都是可以放入环境计划的议题在里面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在这个世界水资源日 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一整天的团集会的设计 全部是跟水资源相关的 我们从台湾的这个水生的鱼类 淡水鱼类 我们教怎么样认识淡水的鱼类 教大家怎么认识台湾的河川 整个地理环境的认识 然后我们也教了大家怎么去认识钓具 那甚至我们还教小朋友怎么去绑钓具 这个绑钓具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把很多绳结的应用 放在我们的素材里面 所以这一整天的团集会安排下来 其实我们放了全部的议题都跟水有关 也顺便带到了同军的技能 其实讲顺便应该是说 我们刻意包装了同军的技能在课程里面 那到下午我们还放了一场生态电影 就是绿色奥斯卡的电影 给小朋友看 那让小朋友来认识水对于我们生态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有非常多的素材 是可以放到团集会里面的 那我自己也曾经设计过一个 一整年的课程安排的计划 我把我们的议题分成金木水火土 几个方向 然后把每一个议题里面 跟同军会用到的技能跟这个进程的内容 去跟这五个议题做比对 那规划了一个课程安排的计划出来 去年我们的课程安排 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排 其实觉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大家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 一样来排 说我要怎么样排入一个环境计划的议题 或是课程 其实我们既有的同军 或是幼童军的课程跟活动里面 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把环境议题包进去 那就会变成我们环境计划的一个教案 我想这一个部分是值得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设计的 刚道平你讲 这个盘长言行他的时间有限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什么长期的规划 就是所谓的教案的分享 或是交换中心 我们一直想要推动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我们也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了解环境计划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把环境章的推动 能够做得更顺利 做得更有效果 那这里面其实就会牵扯到一个 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问题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设计好的教案 给我们的同军伙伴 或者是说 服务员们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或是条件 才可以来设计一份好的教案 甚至我们也会问说 那谁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教案是好的教案 我想这一些 从大的制度架构上 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号召 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个环境计划推动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想我们能够做最快的方式 就是我们能够在网路上 多分享我们推动环境教育的经验 或者是想法 那我想在脸书上 我们有专门讨论环境计划的社团 也有团长一行专门的社团 那我们在上面都会分享一些环境计划 我们授课 或是我们排团集会的经验 因为如果你是办游戏唱跳的真人 可能70个80个100个都爆门 可是如果你要做所谓的环境教育的真人 可能免费的人家还不太想来 不容易 那再来我觉得最大问题是说 新家长他不了解 或许他在团里 他讲话也比较没有分量 他即使他个人很有兴趣 可能也推不动 那如果是以旧家长 或者是说所谓的资深团长来讲 他可能同心技能 他本来就很强 所以他光是排传统的团集会就排不完 他不需要额外再花时间去了解 这整个环境教育 所以就会造成说 旧的不想推 新的不知道怎么推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 在环境计划组里面 我们几个志工们 我们经常在讨论的问题 真的要推动一个新的制度 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现在能做给大家最多的资源 就是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做过的教案 然后让大家来操作 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快的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说 大家都能够设计属于自己团里面的活动 因为毕竟每个团都有每个团的特色 是那家长可能也都各有专长 尤其是我想家长服务员可能各有专长 所以其实可以针对自己团里面的 目前的人力状况 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给最多的支持 就是我们把整个架构 让大家先弄清楚 再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推这个很无聊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反应 当然它不像唱跳游戏这么的活泼 或是这么的 尤其针对小狼来讲 我们都知道小狼都喜欢跑了一头汗 然后气喘吁吁的 环境教育的活动其实并不会这么的枯燥 因为我们也带过一些活动 是让小朋友可以玩的一头汗的 也可以让他们很静的坐下来 比如说我们有让他们静静的坐下来 聆听大自然 这一类其实这种体验活动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其实我想我必须要再回到 我们童军最基本的 诺贵明的这个领域 里面来看环境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环境教育 我们说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环境有多重要 其实这是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面向 我们谈比较学术一点 或者说精神层面一点的 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童军 对于环境的责任 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责任 童军的责任这个议题 我想大家就已经很熟了 只是我们现在要更多一点的责任 除了我们自身的品德的这种的责任之外 是我们对环境的责任 所以如果从这样 我们就有很多这种 所谓体验与反思的教育活动 可以安排 它是可以跟环境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它就会比较活泼一点 所以这个直接如果有教案 让现成的这些团长观摩学习 引发他们的兴趣 后续再推动或许会比较容易 是的 我想我跟静明哥我们都已经参加了两期三期的研习了 我想其实接下来 如果我们在15年能够再办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放更多的分享 在课程里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已经实作过的团长 或是服务员来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做 那也可以把一些过去 其实我们曾经玩过的游戏 再重新拿出来讨论 但是其实里面我们可以放入环境的议题 我想这个是未来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刚刚道品已经聊了 你这个推动环境教育 包括你也把整个环境教育融入到 你们自己团的团集会设计里面 那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 你们团的回想跟反应是什么 其实这一点我蛮高兴的 这个鸡鸣哥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去年一整年的活动规划 都绕着环境议题为主 但是我们也还是没有忘记 我们同军基本的这些技能 所以去年我们开始设计不一样的课程 然后让课程的内容变得很丰富 然后也让小朋友开始 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议题 我刚开始规划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其实蛮惨淡经营的 我们小狼每次团集会只有一个小队 可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 我们现在今年我们应该 小狼有四个小队 小蛙也有四个小队 几乎都成长了三到四倍 那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高兴的 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热络的团 再一个就是 我想这也是我们 另一个自豪的地方 以前我们需要 拜托家长来当志工 我们团集会的时候 家长能够尽量参与 我们都是极尽所能的道德劝说 我们在去年的状况是 小朋友的出席率大概都在九成 这个是蛮不错的 家长的出席率是 出席的小朋友的九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每次团集会都有很多的家长 跟着我们一起活动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 是说让家长能够真的 陪着小朋友一起成长 那我们也会跟家长讨论 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家长帮小朋友 完成在活动里面的事情 我希望他们是共同参与 或者是看着他们怎么成长 那其实这样子会让亲子的 互动的时间增加 那也让家长更了解 这个团的运作 其实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其实对于团的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也非常自豪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家长 愿意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 你刚刚聊到是你们团内的情况 那再来最后跟我们谈一下 你接了这个环境计划组的副主人 在整个台湾推动环境计划 你的心得是什么 我想不容易 挫折吗 挫折倒不至于 但我只看到我们有更多要努力的地方 当然也是要多跟同军的前辈们 多请教的地方 而我小时候是幼童军 然后现在因为自己的小孩子参加团的活动 所以我又重新回到同军团来 那其实离开有一阵子了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多努力的地方是说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议题更受重视 然后有更多的活动或是教案 能够协助团长或是服务员们 大家一起来丰富我们自己的团集会 然后让这个环境议题 或是我们的团集会的内容更丰富 那我想我看到的更多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办一些讲习或是分享会 把我们这一段时间 不管在参加国际会议上面了解到的 国际上的各国同军总会的做法 或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能够跟团长或是服务员们做更多的分享 我希望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一两年能够努力的地方 今天非常感谢道评伙伴上节目 来为我们分享同军运动与环境教育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电话call out 我们要call out给南山国中的一年级秦叶伯同军 他在11月2号参加了同军活动 结束在路上捡到100块 他不嫌麻烦的把钱送到派出所 虽然只有小小的100块 但是他的个人价值还有信仰的关系 因为他说参加同军 我们的规律第一条就是要诚实 无论做事说话均婴诚实不弃 而且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捡到钱不管钱的大小 他一定要把钱送到警察去 派出所的警察也很特别 就把他拍了张照片 把他送到警察去 这个故事就交给了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就在11月2号的电子报 刊出的这个报道 所以很特别 我们就来访问秦叶伯 call call out连线 喂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金明团长 你好 你记得我吗 我们在平溪国中有见过面 哦忘了 哦我让你是谁了 我想到了 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哦 就是我在刚回家的路上捡到100块 然后你先告诉我日期 2号 11月2号礼拜天下午 你要回家 然后在哪边的地上捡到100块 兄弟饭店 我跟我妈在马路的时候 走到一半一张钱飞过来 结果 我再捡起来 然后听说你要送到警察去 你妈妈觉得很麻烦对不对 对啊 那后来你怎么跟你妈妈说的 我没有跟我妈说的 她就以为我只是在跟她开玩笑 然后后来我就回家 然后她就去买东西 然后我就拿去了 你是回家再去你家附近的警察局 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记者知道呢 不知道 你拿钱给警察的照片 不是还有被拍到吗 对啊 那警察拍的啊 警察拍的 然后她在跟记者讲是不是 应该吧 那你读什么学校 南三 听说你们南三的同军团 也有表扬你对不对 对啊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一定要拿过去不可能 不会觉得很麻烦吗 不会 不知道 就拿来伤心义怪怪的 跟你参加同军有关系吗 应该有吧 因为同军的诺言跟规律吗 嗯 警察伯伯在帮你做笔录的时候 她怎么说 她没有一个人 她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拿来 然后她还问我说 如果再更多 还是太少了 你会怎么处理 哦 她说 如果钱很多的话 你还会不会拿来 会啊 她就问我这个啊 那后来回家之后 你怎么跟你妈妈说 因为她那时候不知道 你自己跑去警察局 对不对 我没跟我妈说啊 是我妈先到警察局的电话 哈哈 然后她怎么说 我妈没说什么 她就说哦 我以为你不会拿去耶 就你还是拿去哦 所以警察是打电话给你妈妈说 有这件事情 说你儿子很乖 这样子是吧 警察是跟我妈说 那个摊在那个 苹果的那个电子道 哈哈哈哈 哦 那就是警察把你的照片 跟你的新闻给苹果 然后苹果帮你播出来 然后po在FB我看到了 FB有分享苹果的 我们老师啊 小学老师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同军 老爹去台东 军医的时候 嗯 然后你在那边念 国小啊 国小 军医国小 嗯 然后那时候老爹就是 要刚成立军医的同军团的时候 我就加入了 然后再来 现在就去南山国中 对 回来台北 好吧 那就这样子了哦 好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的 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边了哦 拜拜 拜拜 拜拜